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儿子宇 以天下治水为己任 提出 在集水中游输军 中京汉水 淮水 直达长江的大死路 这才是根治水患的最好办法 这次去三苗 我儿子的法子 折服了摄政军 也折服了有苗氏 公主 大家是不是应该想想 这摄政军的位置 滚大人 刚有了个提议 你就想抢摄政军位 你也太心急了吧 董不识 就是 滚大人 你继续讲 我说完了 我看滚大人说得有道理 这天下本来就是有德有才之人 才能掌管的 置我们这些老首领于死地而不顾 这摄政军的位置 不配坐 大人 我 菊儿 摄政军 我能说两句吗 雨 当然可以了 说吧 诺 来 雨儿 公主 公主 各位大人 我跟着摄政军 制作这个水溪大图 已经几十天了 摄政军已经考证过了 他了解水溪的情况 积水距长江遥远 舒郡积水入长江 这个想法 根本就是空想 所以摄政军提出 从中游舒郡积水 经过积水和长江之间的 众多河流 比如汗水 营水 窝水 等等 可引积水入淮水 最终导入大海 这才是 最可行的方案 摄政军还提议 雨儿 雨儿 你说就是你说 不要扯上摄政军啊 好 滚大人 让雨说完吧 雨 继续说 好好好 那我替雨讲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以前的 积水舒郡工程啊 开的口子太多 可是现在呢 我们改变了方法 那这样 就不需要开太多的口子 来 你们来看 在这龙口的下游啊 疏通积水 通往淮水方向的河道 就算是水势再大 也只能往这淮水里流 问题就解决了 这些呀 都是雨想出来的 雨不简单哪 多谢摄政军夸奖 既然摄政军也承认我的雨儿不简单 那么摄政军 父亲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我根本就不是当摄政军的材料 雨儿 你要给老子丢脸是不是 父亲 摄政军在龟瑞建都开市 两败三苗进宫 他输郡积水流域 把华夏和东夷 两大联盟合并起来 他还带领我们去三苗 商谈联合之事 制定联盟内部的典治 他做了那么多大事 我怎么有资格 去跟他争夺摄政军的位置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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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军 我问你 你置我们众多华夏 老首领的生死于不顾 你这是秉公办事吗 即便是一桶三苗 谁能担保你不把天下 让给你的儿子 我们大伙等着看吧 侯主 去吧 公主 去吧 去吧 今天滚大人也说出了第二件事了 这也正是我们现在要商议的事情 就是关于老首领们退养的问题 退养 吹 吹大人 这是干什么呀 吹大人 这一把年纪了 这是何苦呀 这是要干什么呀 这是要干什么呀 摄政军如果说出不合适的话 今天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吹大人 众首领里边 我年纪最大 我能说两句吗 当然 这日月有盈亏 四季有轮回 人有生老病死 我们老了 也该退养了 吹大人 退养 我们说退就退了 可我们只有退 没有养 当初 我们为了支持他改变法度 率先交出了部落 早知这样 还不如不交出自己的部落好呢 我问你一句 论功劳 谁能比公主的功劳更大 论节俭 谁能比公主更加节俭 唐都虽大 公主只有草坊几间 天下财货虽多 公主却从来没有领过 一厘米的俸禄啊 他中年和帝后在天里耕作 咱们拍着胸口问问自己 公主的仁德 就不能感化我们吗 再说 于顺从归瑞建都开世到如今 九死一生为这天下 做了多少事情 他从来没有领过 一厘米的俸禄 两位小主终日 是在天地里劳作 我们还能说什么呀 真是愧对摄政军和共主啊 龙大人 你说的我们都知道 有些地方 我们做的的确是不对 不过你们请放心 对于诸位前辈退养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商议好 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 是啊 是啊 垂会给一个合理的安排的 公主 高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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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苗的事情办得如何 摄政军 我没回来玩吧 没来玩 没来玩 你快点给大家说说吧 好 公主 高谣大人 我封了摄政军之密 去了趟三苗 与有苗市 共商封地一事啊 封地一事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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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垂大人 此前摄政军去南方勘察水情啊 在集水和长江之间 发现了一块上好的土地 只可惜啊 那块土地是三苗 跟北方各部落多年征战的地方 至今哪 还无人居住 那让我们去死 哎呦 垂大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即便死 也得等高谣我把话说完不是 我与有苗市啊商议此事 希望能够 共同开发利用好这个地方 这个有苗市啊 他很快就答应了 垂大人 来来来来 既然有勇气去死 那为什么没有勇气 好好活着呢 这可不是商议一片封地啊 这是双方友好的表示啊 公主所言极是 对啊 近一年来 三苗发生了水灾 缺少粮食 他们说了 如果利用好这个地方 那对双方啊都有益处 太好了 他们还说 如果把这个战场变为粮仓 他们求之不得呀 各位前辈 这就是我给你们选的封地啊 那个地方啊原来没有名字 摄政军说啊 将来书郡那是必经之地 而书郡又是语提出来的 如果将来在那个地方建都 就可以联合三苗 这样一来啊就可以天下一统 所以摄政军把那个地方封为宇城 好啊 各位前辈 好地方啊 你们不光是退养下来 还要做我们跟三苗联合的先驱 做统一天下的先锋 我即刻就派人去给你们建设房屋 分割封地 从此 用封地解决王族和有公首领的生计和封赏问题 便成为后代王朝沿袭的制度 这个方法避免了全市阶层 割据一方对中央集权的威胁 也极大的减轻了中央财政的负担 好 夫君 累了一天了 早些歇着吧 怎么了 你有什么心事吗 鹅黄 今天我送父亲 离开桂瑞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 他想做第一个退养的人 父亲要退养 那你就要当公主 为了天下能够统一 父亲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可是现在就让我做着公主 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夫君 你既然明白父亲的用意 就应该挑起这个担子 你看 现在三苗还没有联合 这天下还没有真正的统一 等着天下真的统一以后 再谈这件事情也不晚 可三苗的统一 不是马上就能办得到的 父亲的年纪 却是越来越高了 是啊 老首领们退养的年龄 是七十岁 这是我提出来的 现在父亲的年龄也到了 如果不让他退养的话 这也说不过去 所以 所以我真的很为难 夫君 你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父亲不会责怪你的 老玉仙 走 你怎么来了 走 玉玉 我来看看你们哪 我去倒玩水去 你成年累月的也不来这里 你来了 除了找你哥哥要东西 你还有什么正经事啊 也不在乎我说你们 所有的部落都越来越富裕了 只有你们有余事不思进取 这几十年也没个什么变化 你现在是首领了 你就不会多动动脑子 老玉仙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这个事来的 只要我哥 他答应了 那我以后我就不再找他了 我这有余事那地方啊 总也发展不起来 那水土不好 先别说这些托词 你说说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吧 我刚听说 这联盟要给地族和老首领们 分发封地啊 你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我听说呀 这事还没商量好呢 这等要商量好了 我来就晚了 老医仙你说 我这个摄政军的弟弟 那应该分多少封地啊 这事啊问你哥去 我们怎么知道 嫂 这我要是分到了上好的封地啊 那每年 我都少不了给你们孝敬的呀 省得你们自个儿再种地了 我们用不着你孝敬 这事情啊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老医仙 我听说了 这封地 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在 淮水和集水之间是吧 听说那儿的封地 那是卧地千里 浇灌便利 物产丰富啊 听说撒把种子就 会有吃不完的庄稼 先别说封地 你老实说 这么多年 你讨了多少个老婆 这 这什么事记这个呀 我可听说 你讨了十几个呀 难怪你想着封地呢 光养活你们这一大家子 就得多少粮食啊 这有余氏部落每年的收场 一多半 恐怕都得让你们家吃了 我们家 我们家能吃那么多吗 我哥呢 他在归瑞明堂呢 我走了 向 你吃了饭再走吧 不值了 同是一个父亲呢 怎么生出这么不一样的 两个儿子 算是跟着他娘握灯子 山里受苦长大的 向是在部落 被他爹娘宠坏的 顺向握灯 向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向他爹 你找谁 不找谁 没事 赶紧走 你睁开你狗眼 看清楚我是谁 你是谁呀 怎么张嘴就骂人 我是摄政军的亲弟弟 博弈大人 是向啊 你来有事行吗 来来来 博弈大人 我是来打听封地的事 这件事情啊 已经定下来了 这几天就要告知天下了 这我的封地在哪儿啊 十亿多少祸 好像 没你的事啊 我 这可要弄清楚 现在这天下 除了贡主的子女之外 我可是最大的地族 怎么会没有我的封地呢 可能是 这几天事情太多了 把你给忘了 要不 你去跟你哥说说 我不知道 他心里啊 压根就没有我跟我爹娘 说这话可得嘴对着心哪 你哥这么多年 没少帮你们哪 送粮 送东西 那他也是应该的 可这次封地是最大的实惠 怎么就没我的份呢 行 我去帮你说说 那博弈大人 你可要告诉他 我就在这归锐柱下了 他不给我上好的封地 我还就不走了 回去等消息吧 多谢了 博弈大人 大哥 来 往里放 往里放吧 大半夜的搬家呀 快点快点啊 说你呢 快点跑两步 好嘞 赶紧往里放 往里放 来 夫君 你都这把年纪了 非要去羽城 还非要带着这九个儿子 正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此事啊 不可声张 我这辈子图神吗 还不就是想看着天下 尽快统一吗 如今啊 顺干得这么好 我们就不能 也帮他做点事情吗 你想想 这次分封土地 可是头一回 和三苗的人比拎而居 只是朝着统一的目标 又迈进了一大步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能看着不管吗 可我们这把老骨头 就不能埋在华夏的家乡了 家乡 我唐瑶啊 从来都是以天下为家乡 哪里的黄土不能埋咱们哪 我跟着你就是了 这件事情啊 先别让女婴知道 咱们偷偷地办 要是女婴和鹅黄知道了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先别管他们怎么想 我唐瑶率先退阳 让众首领无话可说 这样 顺办起事情来 就好办多了 那倒也是 可我们的封地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咱们到玉城附近转转 自己找块好地方不就行了 我唐瑶是公主 这点小事情还做不了主吗 来 往这儿 老三 父亲 接着 母亲 过来 齐儿 你大哥丹珠呢 放哪儿啊 那不在马车上指挥着呢吗 老六 忙活什么呢 快往这儿搬哪 这儿 大家都在忙 就是他总是有手好险的 拿过来不好 让他再有手好险今天吧 有他受累的时候 过去看看 都收拾好没有啊 差不多了 快点啊 快点 摄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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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去玉城了 去玉城了 这 这 公主去了玉城 她去玉城做什么 公主领着帝后 和她的九个儿子 还有其他的家眷一起走了 唐都的家都半空了 公主 怕惊扰唐都的民众 是夜里出发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丹珠君不想去 托人告诉两位小主 想让两个妹妹劝走 是两位小主让我来告诉你的 各位大人 公主这是为人表率 她自己率先退阳 来帮助我们 是 公主操劳一生 功高盖世啊 她都走了 我们却在这里 争名夺利呀 摄政军 公主不是去退阳 而是领着我们这些老首领 去团结三苗 为统一天下做人梯呢 跟着公主 我们死而无怨 你宣布吧 宣布吧 各位前辈 多谢你们能够 体谅联盟的决定 于顺 在这里有礼了 各位前辈 你们放心 联盟已经给你们安排了新的封地 你们以前在唐都 还有东夷的旧宅子 就分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百姓 他们一定会感念你们的恩德的 高遥大人 宣布吧 诺 于顺 向 于顺你给我出来 向 你 他正在屋里宣布退阳的事情 他宣布退阳 关我屁事 为什么没有我封地 你们俩是兄弟 你就不能私下跟他说吗 兄弟 私下说 私下说就更没有什么事了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 你 快 你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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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看去 走 走 不给我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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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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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赶剑谷 可是有些时日没人敲了 兄弟 你有话起来说 隐瞬 你把话说清楚 我想请问一下摄政君大人 你跟我是一个亲爹吗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啊 那远的不说 当今天下 除了贡主的九个儿子 你摄政君的兄弟 算是地族吧 算 好 算是地族 按照封地分配的规矩 分男不分女 我可听说 贡主带着自己的九个儿子 早早地去了好的封地了 我的封地呢 你现在是有余氏部落的首领 把这家乡发展起来不是更好吗 我呸 少跟我来这套 有余氏部落 那是穷上恶水的地方 那好地方你怎么不给我呢 你说了 你要孝敬爹是吧 你还口口声声说过 你还口口声声说 你要仿孝贡主那样 仁德孝道 那你怎么就不能对爹好一点呢 行 有什么话咱们起来说 你起来 你不是要封地吗 我就把这最大最好的封地给你 可以了吧 真的 你们大伙可都听好了啊 我哥可说了 把最大的最好的封地给我 你们可要作证啊 你们可要作证啊 我哥可说了啊 把最大最好的封地给我啊 你们都听见了对不对 哥 在哪儿啊 有必 有必 有必在哪儿啊 没听说过啊 你们知道有必在哪儿吗 高尧大人 你知道有必在哪儿吗 知道 大吗 很大 好吗 好啊 好 好好好好 好 哥 有必是不是在那个雨城附近啊 你就别急着问了 到了以后啊 你就知道了 赶紧回去收拾一下 把你的家人啊 全部接过去 家里面的事情 你就放心吧 我和妹妹可守 一定会照顾好父母的生活的 有必那地方 真的比他们的地方都大 我是你哥呀 行 我信你的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了 好 我派人送你回去 不用 我好好地自个儿走回去就好了 走啦 哥 高尧大人 走啦 走啦 走走走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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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啦哥 好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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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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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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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像 像来了 像来了 爹 娘 哥来了 像 像啊 都来了 爹 娘 好好好 像 这是怎么了 怎么那么多东西都拿过来了 娘 大哥把最大的封地给我了 啥 封地 是啊 真的啊 把最好的封地给我们了 是啊 是 爹 娘 大哥可是当着 所有首领跟我说的 说那个地方还特别远 叫什么有弊 爹 你听说过吗 有弊 没听说过 不管怎么 你大哥说话还真算数 不但没有和你争当首领 当了摄政军之后 还知道往家里捞东西了 娘 你怎么就知道往家里捞东西啊 这年头不往家里捞东西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是啊 是 说是让我先带着我一家子 过去安顿 完了 再接你们过去享福去 他给你多少户十一啊 爹 老首领们都分了五百户 你说我封地最大 十一也少不了 最起码得一千户吧 就是啊 能力啊 我的天神哪 一千户啊 一千户十一啊 是啊 是啊 这么多啊 爹 你们听见了吧 快点啊 我儿子顺给他弟弟最大的封地 还有一千户十一啊 一千户十一啊 让人归锐独城啊 爹 爹 爹 这 爹等着你 接我去游弊 我好日子 还有娘 爹 快去吧 走 爹娘啊 我们走了啊 照顾好相啊 我去帮忙哥 快去 哥 等等我 我去给你帮忙 走了 爹娘 快去快去 走 老头子 咱们总算是熬出头了 看来呀 我得到那神洞好好拜拜去 拜拜 保佑保佑这顺和相 拜拜 好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喝点水 等到了有弊啊 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就是 是 那你答应我了 答应了 答应了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啊 有弊漂亮吗 肯定漂亮啊 你想想 我是摄政君的兄弟 他给我的分地一定差不来 这样他才有面子 快等他 在你的老婆里 我排行老六 可你应该知道 谁对你最好吧 我当然知道 要不然 我能这么喜欢你吗 等以后啊 你给我生个儿子 我就让你做相君夫人 相君夫人 可你还不是君侯呢 回头我也该做明堂 在有弊啊 就称作相君 我原以为跟着你要受一辈子穷 没想到你得了一块好封地 要是真能在有弊建都的话 我可就掉进浮窝里了 这多少年了 我一直想在联盟做个首领 可是大哥根本不同意 让我就在这 小小的有仪式部落 灰头土脸地待那么多年 往后啊 咱们得振作起来 把有弊建得有模有样 比那归锐还漂亮 比那归锐还要大 让那些首领们 都不敢小瞧我 我才不信呢 你除了对女人有一套 我没看出你有别的本事 你这些老婆呀 有的是你哄骗来的 有的是赌博营来的 就我和你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行了 有弊那么大的封地 十亿千户 你还愁荣华富贵啊 走了 走吧 走了 走了 中国自从有君王之事 大概没有像姚舜 如此简朴的君王 吃着粗粮 喝着野菜汤 冬天穿着瘦皮 夏天穿着葛麻衣服 人们对姚舜宇的深深怀念 寄托着中国人 对领袖的期望 高尤大人来了 很难看见你 这么清闲地在家干农活啊 我告诉你 干干活好啊 可以疏筋活骨 你来得正好 来来来 帮我把那边疏松疏松去 行啊 去吧 沈正军 统领们都在议论 你把有碧的封地 给向的事情啊 是吗 他们怎么说 沈正军 有碧那个地方 咱们俩去过 那是个蛮荒之地啊 可首领们不知道 他们以为 你把最好的封地 给了你弟弟相 我现在还是有些担忧啊 你弟弟是多年游手好前 这一次呢 又把全家人给带过去了 我真怕会饿死他们 这件事情啊 我也是想了很久 可是我不这么做 就不足以教化他呀 我可跟你说 这件事情 不要跟其他首领说 这是咱俩的秘密 好 高遥不说 对了 高遥大人 这老首领们 都去封地了吗 每个都高高兴兴地去了 我要知道那么好啊 那我也去了 你可不能去啊 你得留下来 陪我统管这天下呢 对了 有件事啊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我想让雨 出来做这治水首领 摄政军 这事儿恐怕有些麻烦啊 这滚一直逼迫公主 让雨当这个摄政军 拿治水首领 这是个幌子吧 如果雨 真的能把这天下的水都治好 我宁愿让出这摄政军的位置 难得摄政军一片苦心 这治理天下大水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所以啊 我想给他个机会试试 也算是考察考察的 好 那我也同意 高阳大人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像的事啊 你看看 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我想带你去看几样东西 你说你这急急忙忙 拉我来干什么呀 让我看这草房子呀 摄政军 到了就知道了 你这个 见过摄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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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在干什么 像两个门神似的 玉磊和神徒 后来成为高瑶的司法大首领继位者 也是后来中国民俗中著名的民间门神 诱护着百姓的平安 来 高瑶大人 这些是什么呀 盛政军 我将五行略加修改 将五行分为五种承治的手段 第一种为莫行 小偷小摸 不思悔改者 当施以莫行 玉磊 诺 小偷小摸 不思悔改者 当施以莫行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盗窃者的头上按个印记 他就没办法再行窃了 第二种 为义行 我来 反恶行晦语 所害他人者 当施以义行 这把鼻子给割掉了 这一辈子呀 他做人也抬不起头来了 第三种为月行 凡若是抢劫 隐人妻女 临阵脱逃者 当施以月行 抢劫 这个人以后 再也走不了路了 说得不错 第四种 为公刑 凡违抗联盟命令 不遵军命者 当施以攻警 不遵军 我看这个刑法 比前三个更重 从此以后 他没法传宗接待了 行了 高瑶大人 看完这前四个刑法 我就知道了 这后边一个 是罪大恶极的刑法 砍头 砍头 既为大屁 妖言惑众 通敌报信 必为大屁 是 少政军 如果没有严格的刑法 就不足以震慑恶人 就不足以 树立无形的威严 高瑶大人 你们展示的 我都看明白了 少政军 你 这是大事 容我再想想 好 好 夫君 赶紧上去吃饭吧 饭都做好了 你先吃吧 我现在还不想吃 你这跟高瑶大人 去看什么了 闹得连饭也不吃 你要是看了呀 你也吃不下去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 等以后再跟你说吧 咱们都走了几十天了 这越走越荒凉 这有碧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这点苦都吃不了 光想着去有碧享福了 走 赶车的 还有多久到啊 还有三五天就到了 还得三五天啊 我这都会颠散架了 这地方这么大 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不会就是有碧吧 有碧比这还大 人多吗 说不清 你看 连他都说不清楚 人肯定少人 那我们的房子造好了吗 上次去还没有 现在不知道 我大哥给那些老首领的房子都造好了 咱们肯定也少不了 赶紧的吧 都下雨了 我都快等不及了 好嘞 跟上跟上跟上 你们说这是什么地方啊 不是啊 怎么连他路都没有呢 不是啊 咱们走了这么多天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 是啊 谢谢啊 未经营有点的 如果您要介绍 你会考虑 由我拆懶 你不认为 我来到小谷 监独的家鸟 你都可以想被这 occasionally 那天哪 其我心得在魔 为你称赎 千瓦 团队 你快乐 找我 一名 百家耕作 难遍天下方式 洋洋大国 谁策马也有 似还在我 霹雳干淡开花下传说 所以等风乱几座 古色走一去山河 竹林九州 谁也能描摹 汗中看香烛瓣磨 山巅洒大海之波 万川之约 恩自应山河 万里城山如雪 难逢作秘义 大道之心 天下围攻 扑天颂 阿辉遍各知水患 离生戏 不依张万民白银河 离生戏 不依张万民白银河 不依张万民白银河 若阿辉遍天颈 水患 何夝天颈 不依张万民白银河 不依张万民白银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